大家好我是阿章 今天來介紹的是 iPad Air 幹 iPad Air 3 好 這一台就是2019年的iPad Air 也叫做iPad Air 3 然後它是iPad Air系列的第三代 也是第一台可以採用 這個Apple Pencil的iPad Air 那iPad Air的定位其實一直以來 都算是一個給 比較想要進階的入門者的一個款式 因為你想要基本款的iPad 有一個10500塊的iPad 你想要高級的iPad 有iPad Pro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有 這麼低階的螢幕規格 或者是需要花到這麼多錢的 USB-C的iPad Pro 你可以選擇一個像是iPad Air這樣的產品 對我來說 iPad Air 3的存在一直都是給 想要不錯的規格 但是又不想要花大錢的朋友 因為它擁有的是這一塊 10.5吋的Rain Let's Play 然後它的螢幕佔比也比 這個最低階版的iPad來的大許多 雖然沒有到Face ID版本的iPad Pro 這麼的全螢幕 但是它其實也算是非常的窄邊框 至少你用手拿著的時候 已經可以達到很容易誤觸的這種 這種佔比了 但是這也不是好事啦 但是螢幕大總比容易誤觸好 我相信大部分應該是這樣相信的 然後它也採用的是這種全貼合的螢幕設計 它就是可以讓你的視角會變得更清楚 你可以在更多角度看到這個螢幕 然後你不會有一層玻璃跟螢幕中間 會有隔一層空隙的這種感覺 然後它的螢幕也會比較亮 畫質也會比較好 但是它就是比基本款iPad 還要多了大概6000塊 它的價格應該是16900 如果你去好事多買會便宜一點 像我們就是跑去好事多買 然後它也有三個顏色 銀色、金色跟太空灰 然後它的太空灰也是採用2019的配色 應該是2018年底推出這種配色 所以它是接近iPad Pro的這種 更深一點的太空灰 不是像是2017iPad Pro這種 比較偏向銀色的太空灰 它是比較深色的太空灰 所以我自己算是非常喜歡 然後除了這個螢幕的話 最重要的當然是它裡面的晶片 它採用的一樣是A12的CPU A12就是去年的iPhone XS、XS Max 還有iPhone XR 採用的這一塊 A12晶片 然後它的速度量是非常快 雖然說它的記憶體是3GB 但是其實對於日常的使用來說 我覺得是非常足夠的 不過你知道網路、拍賣 然後看影片、查資料 或是YouTube 都算是非常的容易 但是有一個小缺點 是它的相機 還是採用800萬畫素的相機 而且只能提供1080 30fps的錄影模式 所以我們一開始覺得 這個相機非常的差 但是我後來發現 其實沒有人會拿iPad去拍照對吧 所以就算你有一個可以拍4K的相機 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太大的用處 何況如果你為了這個4K相機 要多增加1萬塊錢的話 就要看你願不願意 我自己是寧願便宜1萬塊錢的話 換到一個畫素稍微沒那麼好的相機 不過它比較好的一點是 它現在是奇品的設計 它的鏡頭不再有做凸起 所以如果你是放在一個 很平的一個桌面上的話 iPad不再會翹起來 不會像敲透盤那樣子 凸一個鏡頭出來 所以它可以平放在上面 但它就是一個很基本的鏡頭 也沒有閃光燈 然後麥克風是在中間 並不是在鏡頭旁邊 iPad 23採用的一樣是 這個Touch ID 也就是指紋辨識 它並沒有像iPad Pro採用的 這種Face ID的方式 最大的優點當然就是比較便宜 所以它不會像iPad Pro 基本款就要大概2萬7-2萬8 它一樣可以壓在2萬以下 然後也可以讓一些 喜歡Touch ID的朋友 保留這個功能 因為其實說實話 Touch ID 一定是一個發展比 Face ID 9的一個科技 所以它的穩定性其實也是蠻好的 然後它也可以在比較多長的使用 尤其是你在黑暗或是一些奇怪的角度的時候 其實Face ID並沒有辦法 這麼容易的去感應到你的臉 尤其我自己就是用iPhone XR 很明顯的那種感覺 其實有時候Touch ID 用起來還會比Face ID方便 不過對於蘋果來說 這應該還是成本考量 然後因為它是Air不是Pro 所以它當然喇叭就只有兩個而已 它的下面左右兩邊各有一個喇叭 所以它就是左右聲道的立體聲 它沒有像iPad Pro有4個喇叭 也就是上面也有2個 它只有底部Lining口的旁邊有兩個喇叭 不過音量的話我覺得還算是OK 算是蠻大聲的 雖然說你拿橫的時候沒有辦法有iPad Pro那種震撼的立體聲 你會很明顯的感覺到聲音是從右邊或是左邊出來 但是如果你拿直的話 你還是可以感受到它的音量的大小 而且音質其實還算還不錯的 蘋果總是可以在這麼小的裝置之內做出你的 這麼好音質的東西 然後它這個也可以連接它的 那個Smart Keyboard 就是蘋果的這個 Smart Top結合鍵盤的這個鍵盤保護殼 雖然說那一組要4,990 但是你現在就可以做成一組了 變成一個可以半取代皮器型電腦的一個隨身配置 那我第一次買一個原廠的Smart Top 因為我已經有Mac了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再增加iPad Air的重量 尤其鍵盤的重量再加上去 它其實就會變成一台很重的裝備 那我希望iPad Air可以保持它 Air的這個這個名字 然後可以繼續的保持它的清涼 然後另一個好處是它有保留住這個Smart 5M的耳機孔 所以你還是可以繼續用一個耳機 不過當然現在大家都用AirPods吧 或是藍牙耳機 所以其實藍牙耳機孔 我自己是也沒有說很常使用 但是有保留總會也沒有保留好吧 對於很多人來說 耳機孔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這台iPad Air有沒有什麼缺點呢 它的缺點就像我說 就是相機吧 因為其實它使用A12晶片的速度效能上都非常的好 A12也是一個非常省電的CPU 所以其實它在系列上也算是非常的優秀 但它裡面附的還是這個Lightning的充電筒 然後也沒有說什麼所謂的快充 也是一般傳統的12W的iPad充電筒 然後附的現在也是一般的Lightning到USB 所以這算是有點小笑可惜 但是反正iPad我就是放著晚上充吧 就是如果你想要快充的話就去買iPad Pro 有USB-C跟18W的充電筒 那如果你想要便宜1萬多塊的話 那還是只能取救於這些規格吧 整體來說我還是很喜歡這個iPad Air 它就是一個你不想要基本款iPad 這種比較低階的螢幕 你也不想要花大錢買到iPad Pro這種效能的 低階款iPad中間的一個很好的選擇 它用很棒的螢幕很棒的續航力 然後很不錯的速度以及堪用的相機 以上就是這次的 iPad Air 3的 評測 我們下次見